所以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呢 這個題目在講的是北極熊 能否看到太陽光光落下去跟黑夜 那問題就叫做 第一個確定到底它住在哪裡 北半球 極圈 北極圈 好所以呢 到底右邊的圖該季節北極熊如何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藉由右邊的圖來判斷 才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來看這一張圖 我把它放大 來這一張圖的話呢 就照之前的做吧 太陽光光 記得先畫垂直照射的位置 現在垂直照射應該在赤道以北的 甲的位置 我猜可能就是北回歸線 因為通常射 不是畫北回歸線就畫藍回歸線 不然就赤道 垂他問其他的 那麼呢 第一道垂直照射的畫出來 一樣照剛才所說的 射到最北邊 射到最藍邊 然後呢你應該有發現原本底線紅色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向光面 這裡圖斜線背光面 那麼今天北極熊住在北極圈 所以這一圈 這一圈你應該有發現這個叫北極圈 現在是永咒 如果他問的是藍半球的藍極圈 現在則永焰 那麼回到一個題目 一個點 這一天叫做永咒 也就是二十四小時都是什麼 白天 代表這一天有辦法看到日出或日落嗎 沒辦法 所以呢 我剛才說 你要先確定北極熊住在哪裡 所有才寫北極圈 第二個呢 確認的叫做這一天到底是哪一天 這一天的話呢 叫做我們的夏至 所以呢 他不能夠看到 只能夠看到太陽公公 一直都在地表附近 附近 因為楊角很低 但是有沒有落下去 沒有 好 所以呢 這一題的話呢 是這樣解決掉的 所以呢 還是一個問題 這一種圖你要看得懂 你才有辦法解決題目喔